嗨,大家好,我是敖夜,陪你一起学习学校没交的知识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本非常适合投资新手的书籍 The Intelligent Investor 由投资之父本杰明·格雷厄姆所写 这本书可以称得上为《投资圣经》 因为就连世界最强投资大师巴菲特都说 这是史上一本最佳的投资手册 本杰明·格雷厄姆同时也是巴菲特在投资路上的一位启蒙导师 既然巴菲特都说这是最好的投资书籍 那么里面一定有我们非常值得学习的地方 废话不多说,我们马上来开始吧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投资 投资的定义简单来说 就像好业在解说《小岛经济学》所提到了一个概念 消费不足,敢于冒险 为了滋网,书里面的艾伯选择了暂时延迟消费 牺牲了每天可以吃到的一条鱼 但这样的做法是为了将来消费更多的产品,捕获更多的鱼 同样的,艾伯也需要冒险 因为他所做出来的鱼网也不晓得好不好用 若无法使用的话,就会无法补偿所思 剩下二扁的肚子和一个破烂的鱼网 所以说,每一项投资都会有风险 不管是股票,还是你投入了学业,友谊,爱情,工作都好 都是一种投资,都会有风险 当然,书中着重于对股票的投资 什么是买股票? 投资者为什么又要买股票? 书中给予了很好的解答 当你在买股票的时候,就等于说拥有了一小部分的公司资产 而购买股票有两种获利方式 第一,如果公司的价值提高 那么它的股票价格也会跟着提高 这时候如果你把股票卖掉 你就会以提高后的价钱卖掉以获取盈利 同样的,如果公司的价值降低了 股价也会跟着降低 那么这时候你所买的股票 就只能以降低后的价格卖掉 而导致你亏损 第二种盈利方式 就是当这间公司分享给投资者它部分的盈利 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分红或者派息 而投资股票 最重要的还是要看 这间公司是不是在赚钱 以及它未来是否有赚钱的潜力 基于各种原因,股票也会经常产生大幅度的波动 当中的风险也是相当的高 而作者给出的建议就是 做一个有智慧的投资者 投资可以让你赚到一大笔钱 同样可以让你输得一大五度 从历史的借鉴中 能靠投资赚大钱的人就只有一小部分 想要成为一个有智慧的投资者 就必须遵循这三个原则 第一,在还没投资前详细地分析 这间公司的财务表现 以及未来的发展潜能 一个股票的长期价值并不是随机 或是不可预测的 公司的表现和股票未来的价值 有着直接的关系 所以当你想要投资这间公司的时候 就要检视这间公司的财务状况 管理层的数值以及它是否稳定的派息 全面地分析这间公司目前的状况 和未来的发展潜力 才能给你带来稳定又安全的回报 绝不采取投机的方式 只专注在短期的回报 比如说投机者可能听信的传言 认为谷歌即将收购特斯拉公司 马上就购买了大量的特斯拉股票 幸运的话,这件事成真了 它可能会赚到很多的钱 但同样的,要是传言被证实是假的 那么它就会失去一大笔钱 这就是投机者和投资者的差别 投资者专注在股票的价值 而不是股票的可怜性 仔细观察一间公司过去的财务表现 它会给你做出更好的决定 比如说一间公司目前还不是很出名 所以它的股价非常的低 但过往的财务表现都很好 一直都在稳定的赚钱 现金流也是很充足 那么这间公司被低估了的可能性就很大 投资像这一类的公司 带来回报的几率就会更高 第二,分散投资 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不管这只股票看起来多么的有潜质 都不要all in所有的钱在一只股票上 想一想,如果这间看起来过去的财务表现都很优良的公司 突然爆出了谎报财务报表的丑闻的话 那么你的钱就可能会打水漂了 而分散投资则可以确保你不会一次性的被清盘 在投资上,防守是绝佳的攻击 格雷厄姆要求防御型投资 应该分散持有各类股中具有代表性的公司 以免落后大盘 而指数化投资完全符合了这些要求 因为指数型股票聚集了所有具代表性的公司 投资回报率更是每年稳稳排名在中位 时间拉长后可以胜过多数的专业投资者 标普500指数的表现就是最好的证明 第三,不追求暴利 只要求稳定的回报 智慧投资者的目标应该是满足个人需求 而不是超越专业投资者 你不应该一心想要赚快钱 因为你是很难赢的那些靠投资为生的专业投资者 一味的向前看只会让你更加的心急和迷失自己 无论你是投资新手还是投资老鸟 都应该学习做个有智慧的投资者 你可能不会一夜暴富 但可以确信的是,渐渐的你也可以靠投资赚取稳定的收入 好了,这是今天好友和大家分享的 The Intelligent Invest的书中的几个重点 我们来回顾一下 第一,在还没做投资前 详细地分析一间公司的财务表现 以及未来的发展潜能 第二,分散投资 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第三,不追求暴利 只要求稳定的回报 如果大家对投资有兴趣 但又不晓得要在哪里做投资 在这里,好友就会给大家推荐 E-Toro这个投资平台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需要透过银行 中介来做投资 这些都需要支付各种各样的手续费 想要投资亚马逊 谷歌 这些高价篮筹 甚至是指数 你也需要有一大笔的资金 而在E-Toro上 最低50美元 就可以投资这些稳健的篮筹股 非常适合小额投资者 如果你不懂得如何交易 或是没有时间做交易 也可以选择复制 E-Toro平台上 经过原格筛选的明星交易者 当然每个投资平台 都有它的风险 不过E-Toro已经在市面上存活了12年 更是由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 FCA 澳大利亚ASIC 所认可和监控的公司 所以好业认为 这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平台 E-Toro的注册链接 就放在了下方资讯块里 如果大家点击链接注册 并入境投资的话 E-Toro就会给我一些奖励金 而这部分的奖励金 好业就会拿来经营好业频道 像是购买书籍 制作影片 以及好业的免费电子报等等 持续的给大家提供更多有质量的内容 谢谢大家的观赏 如果你喜欢好业的影片的话 就请你订阅好业的频道 点赞和分享 启发更多的人 如果不喜欢的话 那我再想想看怎样吧 哦对了 别忘了点击下方的小铃铛 以在影片更新时 第一时间获取通知哦 我们下一集再见 再见